透过热点分享观点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德传媒 我是Gary 今天我们只要讲两个内容 一个是中国年轻人创业的问题 另外一个是来自路透社的消息 高层对于地方政府的机密指令曝光 那好 接下来我们就聊聊详细的内容 最近我在日本的一个侄子 也不知道哪个基因答错了 说要回国创业 已经十七八的小伙子了 父母拿他也没办法 于是我就在想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有多少中国人为了逃离那片土地 九死一生 有些人却身在福中不知福 其实啊 这归根结底就是中共的洗脑宣传 很多中国人虽然身在海外 但是他们的精神还在墙内 看的还是墙内打鸡血的宣传 用的还是微博微信百度 比如外卖小哥 三年赚一百零二万 年轻人入行装修 月入四万等等等等 涉事未深的年轻人看到这些宣传 他们当然会蠢蠢欲动 但现实却是残酷的 X平台一位网友分享了一个截图 说发改委内部的人说呀 苦日子要以十年为单位开始计算 而且还没开始呢 问题是啊 中共还能兼职几年呢 还是接着说我那位侄子 当年为了去日本讨生活 孩子他大伯 也就是我的大表哥 那可谓是历尽千辛万苦啊 曾经混到一度睡公园的长椅 后来找到做装修的工作 从零开始一步步的学起 因为肯吃苦 人品也不错 就被老板认可了 老板就把自己做不完的工程交给我大哥去做 慢慢的他开始独立的承包 装修工程 生活也慢慢的变得好起来 直到后来慢慢有能力把他的亲弟弟 也就是我那个不争气的侄子他爸 也带到了日本一起做工程 因为我大哥只有两个女儿没儿子 所以就把他这个侄子当成自己的亲儿子一样 希望这孩子能够用心把技术学好 将来接下他的公司 可是这孩子是愣头青啊 更要命的是还特别爱国 众所周知啊 这中共的小韭菜苗 一旦认不清现实又特别爱国 这就很麻烦呢 他们处于被中共严重洗脑的状态 所以这孩子到日本是各种不适应 身在发达国家 却说这不好那不好 还说日本做装修这工作很苦 他不知道现在在中共国赚钱有多难 当然了 孩子毕竟还小 有失措的本钱 只是最让人担心的是啊 他要真被忽悠辉国创业了 身上那点零件能不能保住 这是个大问题啊 这种情况跟孩子说呢 他也根本不信 还说那些都是假的 已经辟谣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啊 中共国给中国人洗脑是从娃娃抓起的 给未成年的孩子进行洗脑教育是极其邪恶的 一批又一批的小粉红其实也都是受害者 比如我这侄子 孩子从小就懂事也很善良 可是到了青春期以后就完全变了 经常看什么抖音小红书玩游戏 什么都不想学 什么都不愿意做 好好的孩子就这么给废了 这也许还不算最坏的结果 那最让人担心的是 这孩子脑袋一热要回国创业 不知道天高地厚 也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未来呀 这社会主义铁拳也许能把孩子打醒 像我侄子这样的年轻人 就是目前中共国大部分年轻人的缩影 现在他们每天一打开热搜 迎面而来的都是所谓励志的故事 其实都是给年轻人灌的毒鸡汤 什么00后男生收破烂年入20万 90后挖工日薪2000 在省会买了房 00后女孩抡起大锤砸墙 月入三万 有网友就统计了一下 从2023年1月1日到2024年1月19日的 微博热搜词条 去掉重复的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面 总共有37个热搜 在讲年轻人做了什么蓝领工作 或打了什么零工 赚到了几万的月薪 平均每个月就有3.1个 每10天可以挖掘出一个 90后00后创售的新鲜故事 每隔1.46周就能给年轻人 这个职业清单添加一个备选项 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 外卖员装修工人 这个住家保姆 货车司机 这种大众所熟悉的 相对较高的蓝领工作 这轻松拿下了年轻人 做什么什么月入 什么多少万 名录的将近四成 那第二大门类是杀猪 线下陪诊 做木地清洁 上门替人做饭 等这种相对小众的工种 也占了诱补年轻人高薪职位的 四分之一 再就是选择创业 年轻人够得着的那种小成本创业 比如回云南老家 直播卖鲜花 开早餐店 卖包子豆浆油条 拉着小推车 摆摊卖盒饭 小吃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兼职的大推生 做副业的打工人 在打零工搞钱上 也颇有心得 热搜里的年轻人 就让我想起了 活在新闻联播里的中国人 可以说 这新闻联播里的中国人 是这个星球上 最幸福的一个族群了 他们被灌输的思想是 这个地球太乱了 到处都在打仗 到处都在世卫游行 只有中国这边风景多好 就像这个世外桃源一样 社会非常稳定 可是你敢不稳定吗 你不稳定 党妈也会让你稳定的 再看热搜里的年轻人 月入过万都属于基本条件 月入你不过万 都不好意思上热搜 最常见的是什么 月入三万 占比21.6% 八条热搜里的主人薪资 达到了这个标准 包括抡起大锤 当拆房工的00后女孩 卖考箱的大学毕业生 辞职抓资料的 19岁小伙 其次是月入五万上下 和月入两万 分别有七条 六条热搜中的数字 落入对应的区间 那看到这些赚了大钱的同龄人 热血沸腾的年轻人 能淡定吗 这么好的环境 如果不创业 都不敢说自己是年轻人呢 可现实是什么呢 拿麦克斯研究院 最新发布的 2023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来看 2022年 这个本科毕业生当中 近六成毕业 半年后 平均月薪在6000元以下 月收入过万的比例不到7% 每个月再扣完五险一斤 发到手的工资可能5000都不到 他们成为都市利人的最佳代言人 这里的都市利人 可不是量力的利 而是奴隶的利 中国的语言 真是不大精深 努力和奴隶 发音非常的像 也许努力的终点 可能就是努力 实际上 凡事尽力就好 从当年的爱国小粉红 到现在的反共者 我个人的人生阅历 其实也非常丰富 也可以说 是被社会主义体权给垂醒的 当年生意失败的时候 以为自己不够奴隶 后来来到新加坡来讨生活 那当年跟印度老板 对质加班的问题 我就问他 为啥公司里的印度人 马来人到时间就下班 就我要留下来在公司 加班都很晚 他一句 Because you are Chinese 因为你是中国人 他没用China man 算是给我留下了 最后的一个颜面 但那句 Because you are Chinese 确实让我终生难忘了 刻骨铭心 从那个时候起 我个人就开始反思 为什么在国内的时候 到处都在宣传 祖国强大了 尤其是2008年奥运会 大屁股崛起以后 好像中国人 这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 一流强国了 中国人走到哪儿 都会受到人的尊重 可出国以后 我看到的却是 对比之下 行为举止低俗丑陋的中国人 还有无数做劳工的中国人 低俗丑陋 是那些自以为有两个臭钱 走到哪儿都大声喧哗 趾高气昂的大矮大妈 还有抢时的插队的随大小便的 中国人的形象 这个底线 被一次次的刷新 我记得有一个视频 在国外的一个机场排队 领登机牌 换登机牌 只见持中国护照的大陆口音的人 不停的大声喧哗 还有试图插队的 有两个台湾的女生 也在队伍当中 可能他们感觉 跟大陆人站在一起 确实感觉太丢人了 于是两个女生 默默的低下头 用绿色的护照 中华民国护照 挡住了自己的脸 这种情况 其实我出国的时候 也有遇到过 跟这些人为伍 确实感觉有点丢人 无奈大家都是黑眼睛 黄皮肤 说的还是同一种语言 这个时候 你也不能上去提醒他们 中国人太要面子了 如果去提醒他们 会让他们觉得非常没面子 因为这搞不好 会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到时候更丢人 所以这个时候 只能拿出自己的小红点护照 然后面带微笑 尽量避免太尴尬 当然了 有些新加坡本地的人 不以为意 尤其是经常看中国大外宣的媒体的 他们认为 中国现在发展的很好 很强大 作为华人 他们也觉得自己跟着沾点光 这个时候 我就会问他们一个问题 如果中国发展的那么好 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中国外劳 来新加坡做苦力呢 如果中国很好的话 他们留在自己国家工作 不是更好吗 为什么千里迢迢 抛家舍业的出国 顶着烈日高温 做那么辛苦的工作呢 这个时候他们无语了 其实我还有句话 没有说出口 当年就是因为 我相信中国会发展越来越好 才混到生意失败 欠一屁股债的 那到新加坡之后呢 为了还债 我也曾经拼命的努力 甚至为了促成生意 一度是新加坡和中国两地跑 可现实再次狠狠的打了我的脸 这个世界不是努力 就能赚到大钱的 就因为太努力了 总是不安于现状 总想赚大钱 赚快钱 一步登天 梦想着早日一锦还乡 和显摆着自己 结果是一度混到 身无分文 靠借钱吃饭 那段日子 真的是不堪回首 直到有一天 我终于明白了 人各有命 要脚踏实际的工作 凡事就顺其自然 尽人事听天命 人生的意义 不在于赚多少钱 而是提升生命的境界与层次 后来就安定下来了 日子也慢慢的就好了 有人在留言区说 你个当兵的 学历又不高 靠什么留在新加坡的 那今天我可以顺便回答您 靠的是技术和人品 只要我想去工作 就算明天 从明天开始不做YouTube了 去随随便便找我工作吧 也能比现在赚的多 只是我觉得钱是赚不完的 够用就好了 做YouTube讲清楚中共的真相 更有意义 尤其是把我个人对中共的了解 给分享出去 避免更多人被中共洗脑 误入歧途 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上当受骗 他们不知道中共已故的 这个前总理李克强说的 6亿人月收入也就1000元 即便这话是他们总理亲口 在公开场合说的 他们也不愿意相信 这样残酷的真相 习总加速师估计是恨死李克强 这句话了 因为这句话彻底扒下了 他皇帝的新衣 体制内的人也许了解的更多 那网友在X平台发布的一个截图 就说有人跟发改委部门的人吃饭 他们说苦日子要以10年为单位计算 而且还没开始呢 推文的作者就说 这发改委是中共经济核心权力部门 里面尽是明白人 有网友留言说 10年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而已 10年可以改朝换代了 那今天联合早报也发布了一个视频 他们采访了深圳东门的直播接 最近一段时间 中国各地的网红蜂拥而至 都想在深圳东门蹭一波流量 记者采访他们的时候呢 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大环境不好 现在连网红行业也变得很内卷 什么是大环境不好啊 就是经济衰退呗 大多数行业都很难赚到钱 习市中共没有任何能力改变现状 根据最新的消息 英国路透社1月19日报道 三位知情人表示 中国已经将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 发出通知 为加大对13万亿美元 市政债务的管理力度 中国国务院最近几周 向地方政府和国有银行 发出一项指令 要求全国12个地区 推迟或停止 以完成计划投资不足一半的项目建设 一位消息人士说 最新指令针对的基础设施 包括高速公路 机场改建 扩建 以及城市轨道交通项目 路透社就说 这一最新的指令 此前从未被报道过 两位消息人士就说 一些项目 如中央政府批准的项目 或者经济试用房项目 是可以豁免的 由于这个指令属于机密 这两位消息人士要求保密 新指令更详细的列出了 政府应避免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 其中一位消息人士就说 对于投资完成率超过50%的项目 政府必须减少投资规模 由于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 和疲弱的增长前景 北京就担心可能出现违约 一些分析人士就说 中国的经济复苏 它的脆弱程度超出预期 其主要原因是 不断增加的地方政府债务 和日益加深的房地产危机 也就是说 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和房地产危机 让习市中共这高层是忧心忡忡 但没有任何切实可行的 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案 只能不断的拖下去 避免危机总爆发 所以这更印证了截图中发改委说的 苦日子那还没开始呢 等到地方债与房地产 金融危机总爆发的时候 那个才是噩梦的开始 那好 感谢你的点赞订阅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见